哈喽大家好 很高兴又给大家来做视频了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是以这个绿色 墨绿色为主的一个小烟熏嘛 可以说 因为我自己可以说是 不是很喜欢用绿色的一个人啊 但是呢我发现 这个墨绿色呢还是不错的啊 就是比较适合一代眼皮 因为它颜色比较深嘛 可以让我们的眼睛看上去 稍微大一点的嘛 当然了你也可以 就是用稍微鲜艳的一个颜色 好那今天用到的眼影盘 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Sleek的眼影盘 其中的这个Bad Girl哈 因为它这里面有一个墨绿色呢 我觉得比较好看哈 我就是用这两个颜色 来配的这个眼妆 好那如果对这个眼妆 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继续往下看 好那今天因为会用到的是 Sleek的眼影盘 那用过的人都知道呢 它这个眼影盘呢 是比较容易掉粉的 所以呢我会先上眼影 然后呢最后来打粉底 那在上眼影之前呢 我会进行眼部的打底工作 今天用到的是 爱上红妆家的那个 眼影打底膏 好我们再占取它这个眼影盘里的 这个墨绿色 然后用一支中号或者是小号的眼影刷 或者是你用它给你配的那个 海绵棒也是可以的 看自己的喜好和习惯啊 好我们从眼中 眼皮的中央开始往后扫 好然后呢我会取一支小的眼影刷 然后呢占取它这个深 比较深一点的墨绿色 画在眼尾部分 好我们的下眼简步 你可以选择就是与上下呼应 或者是呢你画一个棕色也是很漂亮的 好那今天我就上下呼应的来画吧 画在后眼尾部分 和上面的眼影相结合 我们把刷子擦干净一点 然后再占取那个浅一点的墨绿色 如果你的眼睛是比较偏圆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个的眼影的那个形状呢 再往外扩大一点啊 就看上去眼睛比较长一点 就向外延伸一点点 这样的话呢就拉长了 大家那要根据自己的眼形来调整啊 你可以试一下 是这种拉长的比较适合你 还是刚才我那种比较圆圆的适合你 好眼线呢会用到的是MAKE的眼线胶 黑色的 然后取一支斜角刷 好下内眼线呢 是用的防水的眼线笔 这个是BH Cosmetics的一支 很普通的防水的眼线笔 黑色 画在内眼线 我们可以拿那支小的眼影刷呢 轻轻地将这个眼线呢 给它晕得虚一点 不那么实 不那么生硬 那爱上红妆架呢 有那个i885盘 然后呢它这里有一个绿色是这样子的 这个绿色呢带一点点金 然后占取这个带金色的绿色 好那眼妆化完之后呢 我们现在呢就可以拿一个卸妆棉哈 然后呢可以把掉下来的眼影粉呢 给它清理干净 好我们再把睫毛夹翘 刷上睫毛糕定型 今天用到的是BQ Cover 一个睫毛糕 它的刷头是这样子的啊 就是一边呢比较细一点 然后呢另外一边呢比较短 比较密集一点 你可以选择呢就这样子哈 不戴假睫毛也ok呀 觉得有那个带眼皮的特色 或者是呢你可以选这样子交叉型的哈 这个是P28 好那今天我用这个MAKE的持久分底液吧 它的遮瑕还不错 看能不能把我的痘痘给遮掉吧 好那这个呢 我觉得用那个粉底刷不是很好推哈 所以我会用这个胡瑞海绵来涂这个粉底 OK 大面积的呢 这个差不多都遮掉了 这个呢还有 这两个只要是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只能借助那个遮瑕膏 大家如果有其他好的遮瑕膏 我最好 我这里呢只有一个很老的 这是欧莱雅的 这个色号呢是686 比较的深哈 我来一点一点点 然后呢我们用手啊 或者是那个刷子那个末端呢 将它的那个边缘呢给它磨开一点点 好接下来呢就可以把自己的眉型啊 绣不好了 我用到的还是MAKE的眉粉 都快用光了哈 然后我发现我们这里已经没有这个眉粉卖了 很可惜的 不过呢一盒可以用很久 然后这个呢是暗眉的斜角刷 这是我的一款老款哈 很久之前做的 好眉型修补完之后呢 可以打一点点腮红 那绿色的眼影呢 我自己认为会配 嗯桃红色或者是橘色的那个腮红呢 会更好看哈 嗯大家有什么腮红就涂什么腮红 我对腮红的要求特别的低哈 我的脸大是必须要修容低 打一点点小的鼻侧影 这两个颜色综合一下 哑光的 好今天用到的唇色呢 是这个Sleek的 大家可以用唇刷 我这个是遮瑕刷哈 遮瑕刷和唇刷可以互相利用的 然后这个色号是161 Men's 好这个妆呢基本上就完成了 呃除此这个唇色之外呢 大家还可以配那个红色哈 红色的话就比较适合于晚宴呢 或者是呃呃圣诞的时候呢 画那个红色的嗯那个唇膏呢 会比较好看 好那希望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对于大家有帮助 我们下次再见 bye guys by bwd6 by bwd6